紀主席 紀主席 對這個國家非常好 這麼多年在中國 我覺得我現在是一個中國人 我不要說我是一個外國人 在我曾經工作過的浙江省 就有這樣一個故事 在阿拉伯商人雲基的義烏市 一名約旦商人 開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館 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飲食文化 帶到了義烏 也在義烏的繁榮興旺中 收穫了事業成功 把根炸在了中國 國家主席點贊我 不相信 一個不同一個人 開一個小產品 我感覺這個事情不可能 心裡我也是開心的 紀主席 對這個國家非常好 我在這裡我覺得我很安全 中華的安全就是做生意不一樣 第一次我從廣州到義烏 看一下都泡房子跟鄉下一樣的 慢慢來 來了 我了解中國 李金平主席 他就是關心我們了 政府比較開放 跟外國人跟中國人一樣 好多機會 再有做生意 交通非常好 學校上學再有學習 比較好 我自己上廳 叫貝蒂 貝蒂就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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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家河 在福建 他還喜歡幹事情 幹活 種地 他要你種地 為了什麼 沒有米 有什麼東西 也就是不怕別的國家 不跟你放肆 紀主席 不要 有人 沒有放肆 他的心 會痛 其他的人 家庭有這個很嚴格的 革命傳統教育 同時講著這些孩子們 不要放到溫室裡 大風大浪 他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喜歡學他 每一個人學他父母 父母怎麼樣 小孩怎麼樣 我兩個兒子 他們有時間 我覺得可以帶他們出去 做好事 我們做公園就是心裡想做 不是嘴巴想做 我兩個小孩出生在伊歐 他們就是中國人 伊歐就是他們的家 他們要愛伊 現在很多人在愛這個國家 愛紀主席 你看一下這個縣 就是過去 這麼多的國家 這麼多的地方來了 怎樣的 有線 我們現在要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就是一個家庭 兄弟 他們需要什麼 我們會幫助他們 中國要任何國家 好好生活 好好賺錢 我來用一分錢沒有 我來了當工 現在做一個老闆 我要感謝他 他心給我們了 一個普通阿拉伯青年人 把自己的人生夢想 融入中國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國夢中 執著奮鬥演繹了出彩人生 也詮釋了中國夢和阿拉伯夢的完美結合